第五件大陆女生嫁来台湾后最想要做的事情 也是最后一件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这件事我可能这一辈子在台湾都没有办法实现了 完成度相当的难 我突然间觉得真的好不公平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查询的方式有问题 还是说反正这件事情是我目前很想要做 但只能望而却步的事情了 到底是什么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台湾生活第四年的中国大陆女生花花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聊天室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自从我嫁来台湾之后 作为一个大陆人在台湾最最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整理了五件事 这五件事情迄今为止 我一件都没有做过 讲到这里莫名还有一点点小心酸的感觉 特别是我等一下要讲的最后一件事情 是我特别想要做可能这辈子在台湾都没有办法完成的事 都没有办法完成的事 到底是什么呢 观看今天的影片之前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爱花三不整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大陆女生嫁来台湾最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毋庸置疑那一定就是环岛旅行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我们班有一个男孩子 他一个人来台湾自由行 看着他单车环岛走过台湾的每一个城市 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 这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风光真的太绝了 通过他的镜头让我看到台湾的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的特色 而且每一处的风景也都不同 我想这不仅是大陆人向往来台湾环岛旅行 就连在地的台湾人也是一样哦 环岛仿佛是台湾人的一个形式 如果不单车环岛就称不上是台湾人 单车环岛也被附加了更加特别的意义 虽然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 但这件事情是我从来台湾生活的第一年 就特别想要做 一直没有行动的事 也算是我的一个梦想吧 希望未来有合适的时机可以让我迈出第一步 那我就许愿在我人生30岁之前完成这一项挑战 到时候希望有机会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花花的单车环岛旅行故事 人生总要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身体和心总有一个在路上 来台湾后最想做的第二件事情 买一个精致的笔记本 带着本子收集各地的印章 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 台湾原来有这么特殊的印章文化 我发现不仅是在景点火车站 甚至连捷运站都有自己特色的印章 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去高雄看灯会吗 到美丽岛捷运站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有可以盖印章的地方 我一直以为只有景点或者是那些 就比较有特色的火车站才会有 怎么连捷运站也有出现 但那个时候我身上没有携带任何可以盖印章的地方 心里就想着等我回到台中 一定要买一个非常精美的笔记本 等到整本盖买印章的时候 这就是我在台湾行走过的证据了 我还听很多人说盖印章会中毒哦 它不仅可以帮你记录下每个你去过的地方 还会讲述着台湾的历史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特别是对于大陆人身份的我来说 每一个有趣的印章戳 都要靠自己在旅行中或者是生活中去发现 等我哪一天从这个地方回到原本我生活的地方的时候 再去回看这些印记 回想起来一定都是特别美好的回忆 所以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去做 建议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印章本哦 给大家来看看这些印章 单水汽一线捷运站印章 台北车站火车站印章 台北捷运转乘站印章 大陆女生再来台湾后最想要做的第三件事情 那就是我想要认识当地的原住民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从来台湾收获之后 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认识的台湾人 大多数都是外省后代 或者是在后期移民到台湾的新的台湾人 那对于台湾本土的原住民文化 我是一点都不了解 经过我在网路上的查询 原来台湾原住民有16族 台湾虽然只有3.6万平方公里 却拥有着多姿多彩的族群文化 这是让我非常意想不到的事情 而且原住民是比大多数人都还要早的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他们更有资格被称为台湾人 所以让我更想要多一点的去了解他们 之前有同事推荐我说 那你可以去九族文化村走一走 那里除了有很详尽的原住民的知识介绍 还会有一些当地的体验活动 文化艺术展啊 歌舞庆典啊等等 说应该会是我喜欢的地方 但是我都已经来台湾这么久了 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漫游部落体验原住民的休闲生活 这也将会是我未来台湾生活计划中的一小部分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帮我推荐 如果我想要了解这一部分的话 还有哪些地方是最适合去的地方 体验当地不同的文化 才能更加了解脚下这片土地 第四件我来台湾后最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还需要再等几年 等我真正成为台湾人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了 是什么呢 旅行台湾公民义务 参加选举投票 不管是选里长 选议员 选市长 甚至是选总统 身为台湾公民 年满18岁 你就可以参加投票了 那像我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 我是新住民在台湾 目前我还没有这样的权利 从小呢 我是通过在学校的历史 和语文课本里的阿里山和日月潭 来了解台湾 等到我嫁来台湾 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之后 我惊讶到台湾怎么这么多选举 原来人民是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的 看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的时候 更多的声音就会被接受 我好想体验一把这样的感觉 更想要和我的台湾老公一起走进投票所 不再做那个每次都是我在门外等待他投票的人 这是我第四件我来台湾之后最想要做的事情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大陆配偶和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样的 那就祝福我们早日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吧 第五件大陆女生 比如说大陆籍的学生你的户籍地必须是北京 上海 苏州 浙江 福建 广州 湖北 还有一个就是辽宁 这八个省份的学生才可以在台湾读研究所 所以只要你的户口不是这八个省份的大陆人 你是没有办法去申请台湾的大学的 显而易见我的户籍地就不是这八个省份里的 我是河南省 也是河南的考生 当我看到这个规定的时候突然间觉得真的好不公平啊 为什么会对省份进行划分呢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台湾看到的陆生 绝大部分都是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等这些省份的人 在大陆我们的户籍不像在台湾这样 你可以想把它签到哪个省份就可以把它签到哪里去 如果我是河南人 我想要把我的户籍变成北京或者上海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那除了在户籍方面有所要求之外 在学历方面也是有规定 你的大学毕业的学校必须是由中华民国 教育部承认等学校名单里毕业的学生才可以 不然如果不是这些名单学校里的学生 那你也是没有办法去报考台湾大学的研究所 后来我就换了一种想法 如果我不是以陆籍的身份来报考研究所的话 那以新著名身份会不会有特殊的招生渠道 结果就被我发现了 新著名入学对学历的要求也是一样的 我们整个河南省有几百所学校 那在台湾被承认学历的学校只有三所 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是这三所学校里面毕业的学生 我是没有办法在台湾读研究所的 而且以新著名身份来报考的话 必须是要在规划国际之后 很显然我到现在还是不符合标准 太难了想要在台湾读研究所 就我目前的身份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查询的方式有问题 还是说我没有找到正确的招生简章 反正这件事情是我目前很想要做 但只能望而却步的事情了 如果想要在台湾求学大陆的大学学历 很多都不会被承认这一点是真的 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才会有这样的规定 只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台湾人 那我大学毕业之后 工作了一段时间 我想要在自己的学历上让它更丰富一点 我是随时都可以去报考台湾的研究所的 而且在台湾读大学 有日间部和夜间部来供你选择 就这样看在台湾读书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新著名在台湾 如果你也有同样的需求的话 可能就是会比别人要困难了很多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政策 可以供我们选择 这可能是我目前在台湾 唯一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的 我很想要在台湾感受一下 这里的教育文化氛围 也很想要走入台湾的校园生活 体验一下 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哎 越讲越心酸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 以后可以在台湾读书 反正目前状况来看的话 我没有一条是符合要求的 如果花粉们对这一块比较了解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帮我解答疑惑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我 自从在台湾之后 五件我特别想要去做的事情 成年人的世界里一半是现实 另外一半就是梦想 不管我们多少岁都应该坚持努力 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四年前我认识黎猫来到台湾 我以为只是短暂的停留 却一不小心成为了台湾媳妇 想想还真是一趟人生中奇妙的旅程 除了最后两件事 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完成 前三件事情 我都想要来慢慢地规划自己在台湾的时间 很幸运我能够来到这里 写下新的故事和回忆 时间又往前走了很多 再回头看 希望我选择的这些都是目前最好的路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很开心大家又陪我度过一个新的聊天室 如果大家对我家台湾的生活比较感兴趣 那就麻烦没有订阅的朋友们 爱花三不走 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也可以把我的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亲朋朋友 我的脸书和IG在这里 大家也可以follow起来哦 我在台湾的生活日常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拜拜